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群羊脾气火爆 来头也不小 叫辽宁荣山羊 辽宁荣山羊是中国荣山羊中产容量最高的 更难得的是肉质也非常鲜嫩 羊圈开门 羊群冲出 好马配好鞍 好羊上大山 夏季的铁岭县大垫子 羊是绝对的主角 据说火了一千多年了 大藏年间有这个敌人就是右倾到咱们这个启范南中原 启范南中原当时在哪儿 就在咱们铁岭这个这一带 铁岭那当时那个叫铁岭位 轩位来这个就是玉迪 抗击征东 对叫薛丽征东 抗击外勤 薛丽到了之后正赶上这个齐悦田呢 这福田有很多将士都中暑过正是这时候 正是这个季节都中暑过有病了 一讲起薛丽征东的故事 王玉莹立马变成了说书人滔滔不绝 因为这段故事里有一道他做了将近四十年的美食 羊汤 铁岭大垫子羊汤不光在故事里帮了薛人贵 也是辽宁出了名的销熟美食 在这之后呢 当地有一位老妇人 老妇人觐见这个薛丽 说我有这个办法能解这个大军自困 反正当时薛丽说那赶快到来啊 这老妇人告诉了 说我们这个离这十里八岁啊 都是羊羊户 很多羊羊的 你派居士去到这个农户这去买羊 买羊回来之后呢 我帮你做 做成羊汤 铁岭大垫子有繁河流过 最终汇入辽河 大垫子的垫子二字就是草地的意思 大垫子就是大草地 山里散步喝着泉水啃着青草 这样的羊肉味才鲜美 薛丽羊汤有老夫人齐手给做 这就是最后喝完大汗里的豆 就把这鼠给解 他就把这个毒也排出来了 鼠也解了 所以说这些酱子都恢复如初 豆子也上来了 仗就打赢了 仗就打赢了 大垫子羊汤是全羊汤 除了皮毛不能吃 其他能吃的全都下锅 羊肉排酸后用刀切割分块 羊下货撒盐 倒入白醋反复揉装 添柴 铁锅加水烧热 将羊肉与下货全部下入锅中熬煮 为了保持羊汤的鲜 中途不能加水 一锅熬好 卖完收工 羊肉煮两个半小时之后 起锅捞出 晾凉 羊肉剔下来之后 骨头重新扔回锅里 闻火继继续熬煮 羊肉和下货切成丁 羊血切块 倒入煮沸的羊汤中 上桌之后 撒葱花香菜咸盐胡椒粉 辽宁销鼠名品 大垫子羊汤 就可以喝了 挺烫的 对 喝羊汤就得点热 对 就得热 嗯 我其实喝过其他地方的羊汤 这个真的是很清淡的感觉 对 不腻啊 不腻 但是你喝那还感觉很香 而且这个羊肉 对 羊肉好嫩的 羊肉嫩 这个羊肉你看它特别细 不可以啊 对对 滑嫩的感觉吧 有一种 而且你还把很多筋头也留下来 有嚼头啊 对对对 正宗的羊汤喝法 甭管外面是30度还是40度 门窗必须关得严严实实 空调风扇一律不用 那你不嫌热吗 这么喝 热它发泄出来的 你知道吗 身上所有的毒物全能看上 这就一个说 羊汤是什么的 要想长寿 吃羊肉 要想健康喝羊汤 这是有数的 真是王氏经理 煮传下来的 这句话 每人一条毛巾 一边喝汤 一边发汗 一边擦 汤喝够 肉吃饱 汗出痛 不怕酷暑暴晒 烈日痛 找嘴是找嘴 但是它这汗一排 身体就是相当素 得意儿的 铁领县大垫子 分布着大大小小 二十多家羊汤馆 从四十年前的颠簸土路 风吹雨林摆摊做买卖 到如今 板游马路四通八达 环境优美 山清水秀 一锅鲜美的大垫子羊汤 不变的是传承的口味 改变的是它带给小镇的机遇和发展 随着改革菜坊的空气 是没有几家桌阳汤 三家两家的 现在发展几十家的 大垫子街面原来都是小平房 现在大垫子街道两旁 全是都楼房了 老百姓这些年也富裕了 蔬菜等等这些农家的菜品 都能端到菜桌上了 有销路了 成林来能吃到咱们 农家园里很多新鲜的东西 他们这 所以说这个农户 也带动他们也富裕了 养羊 它也现在羊群也多了 比过去多了很多 需求量也大了 需求量大了 销售量也大了 所以说这方面的静意 也就提升了 老王的二儿子 已经把大垫子羊汤 做到了城市里 老王呢 这锅羊汤熬了快四十年 始终舍不得离开故土家乡 每天看到大草地 羊群 老王这心里才疏的 距离大垫子村 十公里外的太平寨村 小张来到河边准备干活 他十多年前到北上广打工 如今回到小山村创业 动力是家乡的山水之美 从北边一直到向南 往下边流一直到 会到咱们这个辽河里面 那这段河水叫什么名字 咱这段河呢叫柴河 柴河 对叫柴河 因为我一直在外面打工 然后呢在家里这边创业 自己呢开了一个 小农家乐 小民宿 小张在外漂泊了十多年 趁着年轻 水电汉厨师美容美发 挨个学了一遍 可最终呢 还是决定把厨师手艺 和家乡特产结合 干一番事业 看这边这个山呢 水各方面都非常好 因为在市里呢 你是永远找不到 这种的环境 真的特别好 今天就准备就是 把这个网顺这个河 下到里面 然后去挂那些 挂鱼 咱这边这河里鱼特别多 只要往下里面 下往就有 下往就有 小张准备打造一道招牌菜 加顿太平寨河鱼 打小 他就在村头的河边长大 水性极好 在赶上河水水质好 鱼特别多 对于今天要准备的这道鱼宴 小张很有信心 天热水不热 鱼往下两头 就等着上鱼了 我们是95年才有店 95年才有店 不敢相信吧 我在十多岁之前 我没见过店 真的我们这个比较落后 这回打外边回来之后 你感觉家里现在啥样了 给说说 感觉是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 你给说说 村里面现在已经是百姚路 然后是两面都安那是路灯 特别的宽敞的 这个路 感觉现在农村变化特别大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 我能回来了 我能回家来了 我以前一直在外边打工了 我刚回来也就是二年的时间 我就想通过各个方法 怎么样才能让自己 在这个地方干点啥 然后感觉整个农家院特别好 村里的变化 给了小张回乡创业的信心 店来了 路通了 灯亮了 人多了 最关键的问题也来了 这不为人知的小山村 真的好玩吗 摸到了 真能不能摸着鱼啊 里面的小白鱼 小鲫鱼 这是和咱刚才下网上 挖的鱼不太一样 拿住了 就跑了 拿住了 这就是鲫鱼 这就是鲫鱼 鲫鲫鲫的鲫鱼 又摸一条 看着 来来来 挣不着了 这条比那条大 我看着了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来看看 哎 拿住了 好好好 特别新鲜的 哎呦呦 看着吧 挣扎了 挣扎了 拿住了 打住了就跑了 哎呦呦 跑了 没事没事 没事 我带给你 太有劲了 哎 看看这条 哎呦呦 这太大了 这还是鲫鱼吗 这不是鲫鱼 这个 这是鲫鱼 对小鲤鱼 这边摸到大鱼 那边就可以起网了 小张管这种鱼叫小白鱼 加上刚才摸到的鲤鱼和鲫鱼 这顿鱼的主量就被起了 山区气候多变 刚才还是艳阳天 不一会儿突然下起大鱼 福天里的透心凉 舒服极了 把河鱼从网上摘下 洗净 去鳞和内脏 加水就可以直接炖了 鱼个头不大 小张信心却不小 咱这是纯野生的 原生态的 就是没有喂过一些任何东西 没饰料 对对 没喂过饰料 全天然 对 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咱干徒师都知道 就是你在饭店做的那些 都是买的 养殖的 你吃的味道都跟它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大家来到这个深山的小村子里 太平寨这个村 对 靠着河 可能真就想尝尝这个仙 对 因为你来 有就是旅游的 或者是来就是 上外边就是溜达的 咱们可以说 现场到那去挂 就像今天咱们 就像咱们今天一样 那当着去现抓 咱们回来现做就可以 那这个体验真是代替不了的 对对对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 小张的铁锅炖鱼 除了买锅花过钱 其他的都是纯天然 免费的 井里的水 河里的鱼 山上的柴火 地里的菜 随便掰随便采 就看怎么能把鲜味炖出来 放两个辣椒 我们得 借个味 这真是想做什么菜 直接在院子里自己取 对呀 想吃什么 自己到园子里面去取 把几根香开 好嘞 这切就行到 就它杀了 炖鱼用了 放鱼里 大葱切段 生姜切片 再加上大料和辣椒 这去腥提鲜的佐料 就备齐了 干柴烧火 热锅倒油 油温上来后 把葱姜放入锅中翻炒 炒出香味后 把自家酿的黄豆酱 倒入锅中继续翻炒 然后加入井水 这炖鱼的酱汤就完成了 酱汤烧开后下鱼 鱼从大到小按顺序下锅 炖鱼一般我就放三勺就可以了 三勺皮 对对 放太多也不行 放太多都是啤酒味 对 这就足够去鱼腥味了 它也是有比例的 这就够了 它提前代替了这个料酒 对对 代替了料酒 对对对 像那个饭店做法 然后用料酒 咱直接用它代替一下 对对对 它本身这里面有麦芽 对对 那种麦芽香味 对对 直接我看就起沫了 对直接起沫了 然后 开锅后 加老抽上色 炖十分钟 加入茄子 茄子掰成块下锅 小张说 掰着吃的口感 比刀切得更好 下完茄子扣杠 再炖十多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大鱼炖 小鱼炸 趁着炖鱼的控干 小张把王补的小白鱼 裹面油炸 香气扑鼻 放点葱 需要抓一下 把它抓匀 对 茄子吸饱鱼汤炖烂 小白鱼炸至酥脆金黄 太平寨的特色野生鱼宴 就可以开席了 会吃的人啊 你看我第一筷子 我没夹鱼 对 茄子味啊 它把鱼的肉感 都吸进去了 对 都融入了茄子里 尝一口 有茄子的味道 鱼的味道 融合得特别完美 是吧 首先肯定是没有土形味 对 而且微微有一点点辣 挺提食欲的 对 而且这个茄子好甜 自家地里的茄子香甜 家乡河里的鱼肉 也丝毫没有土形味 鱼肉酥软 虽然刺多 但非常值得细细品尝 农家豆瓣酱的香 与野生和鱼的鲜 让人食欲大增 特别下饭 小渣用这几年打工攒的钱 给家里的老房子 重新翻新装修 准备迎接陆续来到这里 旅行的游客 虽然从里到外 都是自己一个人忙活 但家乡的美景美食 让他信心满满 有来咱们旅游 上咱们旅游 然后就去说 我想吃点饭 没有地方去吃 想去在地上歇脚 也没有地方去歇 我就想这个是不是一个商机 所以说 我就想到这点 然后准备回来做这一番事业 对 也是给予别人的一些方便 自己也是有一番事业可做 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一条小河村旁流过 小鱼小虾丰盛餐桌 曾经离家谋生计的年轻人回来了 用在外学到的本事 规划未来的生活 小张曾无数次爬上村头这座山 小时候 他想的是离开这里 去看看外边的世界 如今 他站在山顶 希望用家乡的美 吸引更多的游客 我说实话我真没想到 到这个高点之后 原来看到你们家这个地方这么美 咱们现在如果说天气好的话 看那边直接能看到铁岭 你走过那么多地方之后 是不是发现 对家里边这片美景 也有一个不同的认识 我还感觉是自己的家乡 这个景色更美一些 可能是从小在这待习惯了 然后回来之后 也想在这地方 自己去创一份事业 对 也是这么想的 这地方也值得人来 是这意思吧 对 酷暑高温 辽河畔的铁岭县大电子镇 成为了辽北地区 消暑的目的地 闻名全国的大电子羊汤 初出茅庐的世外桃源太平站 都是旅行者们的心头爱 羊汤和炖鱼都属于热菜 还有一个村子 摆好一桌凉菜等人来 这个村的名字相当特殊 档铺屯 档铺屯 这是村的名字了 这是我们村的名 所以我们村为啥叫档铺屯村呢 因为从这个历史上 我们这个档铺屯村 是我们铁岭东部山区 是一个经济正容化中心 它也是一个物质集团地 档铺屯村在清末时 曾有十多家档铺开张 百年风雨 档铺如今早已不复存在 但一种百年前的美味 却在这里传承了下来 档铺屯石墨豆腐 我们是这个山泉水 做这个豆腐 水好 第二呢 我们是当地这个生产大豆 我们当地生产大豆啊 它是啥呢 不算化肥 都是使用那个农家肥 原生态 做豆腐啊 这是咱们那个老总 最原始的这个做豆腐方法 我这是没 其实我没见过这样 它是啥呢 把这个豆 豆放在从这 这叫木眼 放在这里边了 换你之后呢 咱们这个腿对木 这个古时候啊 它是用小毛驴的 但现在为了卫生 现在我们做这个豆啊 是用这个盐腿 它为啥不用毛驴的呢 不用毛驴 它要掉点毛了 或者还有排泄了 它就 档铺屯石墨豆腐 完全靠人 一圈圈的磨豆子 取不了巧 新鲜的黄豆 需要在清水中泡一夜 随着石墨的转动 把水和黄豆 一点点送进墨眼中 墨转 黄豆碾成墨 顺着墨盘 流进桶里 大布囤的村民们 一直坚持 只用人力磨豆 绝对不用垫了 因为它的转速底 咱们现在这个说 用那个电极磨的高速运转 一分钟三千多转 它这个豆子的很多营养成分 它就这个破坏了 所以你吃出来那口感就不好 所以它是匀速的 它是匀速的 天气炎热 豆子磨成豆浆 容易发酸变味 这时一刻也不能耽搁 在架子上挂一个布袋 四脚绑住 磨好的豆浆倒入里边 开始逆时针甩 把豆浆里的豆渣过滤出来 当普囤人管这个环节 叫灌包 通过它的摇摆 这个浆子下去了 底下那个浆子 用它那个 就可以点大豆腐脑 就煮那个了 上面这是豆腐渣 我看它这个上面结构挺特殊的 是一个两根铁棍 直接抓四个角这样来拽 对 它这个咱们最原始的东西 它是木头 在过去还是木头 是木头的 木头的 然后你这个四个角绑 那是四根绳 然后抓这绳 现在你这个 图方便了 用几个两个铁管 但其实这个做法还是过去 一个做法 一个做法 一样的 豆浆和豆渣都是饱 一样也扔过的 都能做成好吃的 柴 那完全 focus on the 那个鹹 应该还有胡萝卜 对 是不是 对对 我们说叫瓜子咸的 我尝尝 你尝尝 是不是 这好清爽啊 这不像是那种放肉酱的水豆腐 两个味道 对 它俩味道 豆腐宴很便宜 一大桌菜人均也就二十块 大部屯村如今家家户户都搞起了乡村旅游 有空屋的就安上空调开民宿 有手艺的就赚起石墨做豆腐 百游马路通到家家户户 乡村特色旅游 给这座小山村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 必须得这个藏物好看 人家说烧水咱就给人烧水去 要不想你怎么搞这个 那你再横你 那你脸色也不好看那能行吗 所以也知道了 怎么才能有发展 怎么才能把钱这么 那咱必须才有回头去 你来谁来 你从你的脸上从你的眼 一瞅就够了谁还来了 除了百姓家 大部屯村还在樊河边盖上了民宿小别墅 想体验原生派就住大看 想看河景就住水盘 小小山村正在谋求旅游带来的大发展 我们这个大部屯村啊 它没有这个不可能再搞工业 没有矿产 没有矿产 离城市比较远 挺偏僻的 对啊 所以我们就想利用这种生态的环境 打造这种绿色的产业 我们就想把这个做大做强 这是一个无眼工厂吗 一碗碗火不熄喝不够的大垫子羊汤 一条条捞不尽吃不够的太平寨炖鱼 一家家磨不停斗不断的荡不屯豆腐 辽河水盼的辽宁人 用一道道丰盛的美食 一片片美丽的风景 一条条奋斗的道路 讲述着夏日里的清凉故事 曾经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有没有大小型呢 你都得通过铁路 现在它吸引着八方来客 是听说这家最近有这么一个博览员 你想过来看一看 无论过去多少年 它的魅力依旧经久不衰 风物凉营 以后蒸汽机出 近期播出